大安法师 戴说净土的华言经 在印祖文抄中,与徐福贤女士书说 其余诸大圣经,衔接戴说净土 而华言一经,乃如来出成正觉 为四十一位法神大士,称性直谈一圣尿法 末后善才便餐之时,于正其诸佛之后 普贤菩萨未说十大愿望 普临善才,即与华藏海众,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以期圆满佛果 华言经号称是重经之王,展示佛陀一代经教 无量玄妙之一海 是释迦牟尼出成无上正觉 为界外的法神大士,就是三界外的四十一位法神大士 这四十一位是指菩萨的阶位 实柱、实行、实回向、实地、道等觉 这叫四十一位正到了法神的菩萨大士 称性,就是称和法性、实相知性来直谈 不是委屈的要谈拳教 直谈,就是这些菩萨的根基 可以直接宣说佛所清正限量的境界 叫直谈 那么对于其他根基顿的人 直谈,他相信不了 那就由使开拳 说生文法 说圆觉法 说拳教菩萨法 然后再倒归到一成的实法 还有个过程 说其他的,都是这样的 在华颜仪会上是直谈 一圣,一圣就是成佛的微妙之法 华颜经在《入法戒品》里面 就展示大圣佛法一生成佛的这样的妙法 以善才童子作为当机 善才童子是在文书施利菩萨座下 文书施利菩萨在这一会 到福城东苏罗林 在那里演说佛法 善才童子就去随喜 赞叹,请教 在文书施利菩萨座下 开了根本制 开根本制之后 文书菩萨就让他要参访善知识 开后得志 首先所参的第一位善知识 就到圣乐国庙丰山 去参得云比丘 善才童子到了妙峰山 七天见不到得云比丘 结果还是在别风见到了 看到得云比丘正在精心念佛 所以善才童子就向他顶礼说 善知识 我已发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为之如何修菩萨横满菩萨横 这样的一个请教 得云比丘就谦虚地说 佛法大海无边 我只知其中一个法门 一种三昧 就是意念一切诸佛境界 智慧光宁普见法门 这个法门就是念佛三昧的 另外一种表现了 就是意念一切诸佛的功德 心里想见哪尊佛 哪尊佛就能献前普见法门 善才童子听了这个 他一下子就挣到了出著的水平了 那么得云比丘又介绍第二位善知识 让他去参访海云比丘了 这样次弟弟参访 参了53位善知识 最后参到了普贤菩萨 这时候善才童子所证的位次 已经与普贤等与诸佛等了 也就是等觉菩萨的位次 就在等觉菩萨的位次上 普贤菩萨还为善才童子宣说十大愿望 要善才童子以及华藏海中 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以修习普贤十大愿望的功德 回向往生极乐世界 那么这个普贤行愿品 号称是八十一卷华言 华言经的归宗结顶的地方 就是归宿处 善才童子一生成佛 最后成佛到哪里成佛 是要到极乐世界去成佛 所以华言的一生成佛的法门 最终倒归的是西方极乐世界 为什么这些等觉菩萨 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在于到极乐世界 能够快速地圆满佛过 是表达这个意思的 这个意思的表达是非常重要的 是说明大圣佛法的顶点 至极的境界是在西方极乐世界 是要传达这一个信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